挂钟几乎已经成为每一个家庭的必需品,一般都会讲时钟挂在客厅或者餐厅,以备让大家知道时间。 但是有些挂钟却不知道挂钟的风水,导致给家里带来不好的运势以及事情。 那么,客厅挂钟应该在哪个位置最适合呢? 接下来,就让我们从客厅风水当中一起来寻找答案吧。 1.挂钟以圆形最佳中有不同材质和形状。 根据其形状与材质,分为五行。 圆形的挂钟五行属金,有着天方的圆的意思。 长方形或木质的闹钟五行属木,方形闹钟五行属土。 此三种闹钟摆放在客厅,有利于主的运势。 另外,波浪形、水形、多边形的闹钟五行属水。 三角形的闹钟五行属货。 火形、水形的闹钟不宜摆放在客厅。 2.根据助洗剂若助五行洗货,摆放木形挂钟。 若五行洗水,摆放金形挂钟。 若五行洗土,摆放方形挂钟。 若五行洗木,摆放木形挂钟。 若五行洗金,摆放圆形挂钟。 3.家中挂钟不宜太多挂钟起着装饰,提醒时间的作用。 因此客厅摆放一个挂钟即可。 家居风水中挂钟太多,滴答声响的不听,亦使心烦气躁,影响夫妻感情。 4.挂钟的朝向问题 风水学中,有些家庭设有玄关,有些家庭则没设玄关。 有玄关的客厅,闹钟不宜设置玄关迎接触,应设置在客厅内。 没有玄关的客厅,开门键客厅未及,但若开门键重,则凶。 无论任何一进门,键钟谐音键钟,有点不吉利的感觉。 所以将挂钟设置左右两侧上。 5.挂钟适合摆放在客厅左方墙壁上客厅左边是青龙位,而右边是白虎位。 青龙位乃级位,而白虎位乃胸位。 通常将挂钟摆放在青龙位位级。 6.挂钟悬挂的高度 挂钟的高度不能悬挂太高,也不能太低。 所谓太高就是超过的身高。 有种仰视的感觉。 挂钟设置的太低,有种让腐蚀的感觉。 挂钟的高度通常设置胸口处到眼睛平视的位置。 7.挂钟不宜摆放在神位旁。 某些家庭会在家中设置神位,神位要保持整洁干净,无误干扰。 若是神位移境不移动,而挂钟的滴答声会干扰神位的气场,神位受到干扰,主运势自然也下降。 客厅挂钟风水禁忌一,客厅挂钟计朝内先来看看客厅挂钟朝向的讲究吧。 客厅挂钟的朝向不宜朝向客厅里面,而应该将其朝向调整至门或者是阳台的方向比较适宜。 原因是如果客厅里没有的时候,气流是禁止不动的,这样挂钟摆起来就能够令气流运动起来,令客厅里的活力增加。 2.客厅挂钟计正对门中间不过尽管挂钟的朝向向着门比较好,可是一旦其所处位置为正对着门的客厅中间就不太适宜了。 原因是中又谐音为中,如果一进门抬头就看到中,就会令感觉不吉利,因此挂钟最好挂在门旁边为好。 3.客厅挂钟计在沙发之上沙发的上方不宜全挂时钟,否则,常坐这方位的容易心神不宁,且身体容易出现问题。 4.另外,挂钟的颜色最好为红色,紫色或是红色,形状为八角形最适宜。 4.钟计对任何门摆放一般应向着开扬的地方摆,如窗外。 5.因为钟也有豆煞的作用,所以如果窗外有煞气,在摆放化解物品的情况下,也可在靶中对着煞气方。 5.客厅挂钟风水摆放注意事项 5.首先一点,挂钟吊挂在客厅沙发后面墙上不吉祥,由于被点,客厅挂钟吊挂在客厅南墙上不吉祥,由于难,难,点,凡事不顺。 7.其次不管是时钟,挂钟,由于它的时,分,秒针都会不停地运行。 8.假如摆放在客厅中,需要注意以下几点。 1.可摆放或吊挂于猪雀方,由于猪雀方等于前方,前方本属动者。 2.可摆放或吊挂于青龙方,由于青龙方为吉方,所以客厅的左方也宜放时钟。 3.不要摆放或吊挂于白虎方,由于白虎方为胸方,所以客厅的右方不宜放时钟。 4.不要摆放或吊挂于玄武方,由于玄武方为后方,以进步移动。 其他注意事项,1.客厅挂钟的形状也圆形得最好,每个的家里都或多或少的有一个钟表,小小的一只钟表对于家居风水有一定影响的。 2.同时客厅挂钟风水还和鼠箱有关,不同鼠箱的,适合的客厅挂钟方位也是不同的。 3.例如鼠龙的,钟表应该挂在自己房间的西墙的正中央位置,鼠兔的,钟表应该挂在自己房间的西北角的西墙上等等。 3.在睡房内摆放或吊挂时钟,大致上与客厅摆放方法相同,但床头床尾不可吊挂时钟。 4.在室内挂钟的摆放一般不要摆在卧室内,多摆放于客厅当中,或者尽量以不靠近卧室那面墙即可。 5.在室内挂钟的摆放一般不要摆在卧室内,多摆放于客厅当中,或者尽量以不靠近卧室那面墙即可。 5.在室内挂时钟的摆放在卧室内,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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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